HELLO 大家好,我是Alvin,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我在新加坡工作已經有一段日子了 今天我要做的東西就是要試吃 新加坡的商家很厲害 他們會想到一些奇奇怪怪 然後很創意的東西來賣 每次新加坡出現新的東西的時候 都會很多人排隊 就好像那個拱茶、搖搖啊、iPhone啊 來,我們就來介紹吧 Basically,這些薯片都是在Levels Place可以買到的 然後它有出了兩個口味 一個就是海南雞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LUXA 黃色就是海南雞飯 粉紅色就是LUXA 然後它的包裝其實是還蠻精緻的 你在遠遠都可以看到 不過今天我差不多買了10包 然後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丟著我的感覺 有無形的 驕傲吧 我們要試哪一個先呢 是紅色、黃色、紅色、黃色、黃色 就紅色先吧 OK啦,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開耶 這邊 我看到每個網紅都會很喜歡這樣 然後就開了 我就是不會喔 所以我就在旁邊開了 我是無色的 我第一個修覺是 我修 我只是修到那個薯片的味道 我修不到有LUXA的味道 給你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它分量沒有很多 我們要開始吃了 真正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像一個薯片味道 多過一個LUXA什麼薯片 它真的是沒有 我吃不到什麼LUXA味耶 我maybe我還要吃多幾片 因為我本人真的是很愛吃薯片 不過這個薯片是好吃的啦 不過講到是LUXA薯片 我吃 沒有什麼build到 因為LUXA其實真的很多種 畢竟LUXA有我烘它的 所以它比較放 比較多蝦膏 比較濃的那個魚油味道 我真的是吃不到任何一種LUXA的味道 我放很多 好 我要試吃第二包 它就是海南雞飯 有來過新加坡人 終於一定會要去吃海南雞飯 不過講真正 我是還沒有吃海南雞飯 因為我就是不愛吃雞飯 我就愛吃水麵 我要再一場吃第二次 醬條 媽媽 開補飯 有了有了有了有知道了 有吃到了有吃到那個海南雞飯的味道 它就是感覺上面有一些洋蔥那種 白糖雞上面有放一些有一點辣椒那種味道 然後我再試來 它是辣椒的海南雞飯 就正如它的那個包裝裡面寫了很多東西 然後有偏一些蒜米辣椒還有草莉 我吃到的味道不是這個幾 是這三個味道加起來的味道 就是那個蒜米蒜米味很重 然後有加一些辣椒 然後加一些新鮮的那種白油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新的口味啊 沒有什麼 就是多一個選擇 就給那些 喜歡吃的人 那你自己不喜歡 不代表人家是不喜歡的 嗯 這個算是比較吃到它的那個味道 然後這一包 吃不到辣椒的味道 如果真的是要推薦的話 我會比夫人這一包 然後基本上它的價格就是 一包是三塊錢 三塊新幣 這個 跟這個 我會選擇這一個 好啦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影片 謝謝 喜歡我這支影片的朋友 就可以按一個like 然後 也可以多多關注我 按一個subscribe 然後還可以按一個訂閱 然後so that你可以 然後可以第一時間 關注到我的消息 我的最新的影片 我會會想你 我會想你 在這支影片 可以完全訂閱